卓洛伊德 或者是 我愛川普不只是因為他有錢這樣子 然後這裡有沒有人是局外人是嗎 他們都講的是 他們在推動了 就是關於原住民的傳統領域 然後還有在推動一些國族認同的事情 對不對 還有誰 壓力越來越大 你們沒有直播吧 我的人生怎麼那麼坎坷 這誰啊 這是一隻三年年代的米老鼠嗎 三年年代的米老鼠很可怕 就跟我剛剛玫瑰色的米 一直彈契是一樣的 啊 彩虹小狼 好 真的嗎 無功不受錄 我就假裝是因為你獎勵我生了個兒子是嗎 我年輕的時候啊 雖然看起來百無禁忌 然後也愛玩 愛鬧 然後講話其實也是就是 憑著一股熱情 覺得我應該要對這世界說很多東西 但是其實回頭看我的前半身 其實所有的熱情啊 或者是純真裡面還是有惶恐 還是有疑惑 有時候在對這個世界講話的時候 其實是講給自己聽的 你想練習 或者說你想知道 出去了以後會得到什麼回應 一切都是未知的這件事情 不可能是信心滿滿的 那像現在的我的話 反而真正講話 反而是在心裡想了很多 然後其實對人 對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其實是越來越謹慎 幾乎是一種保守 但反而在這個心態上面 越來越百無禁忌 我很喜歡很喜歡這個過程 然後我會很珍惜它就是我這一輩子 可以擁有的一些對生命的 領悟或者是意義 然後我一直在想說 我要對現在的學生說什麼 因為以前我在做校園表演的時候 我還是跟學生是同一個年紀 所以可以一起幹嘛幹嘛 還可以去拉工作人員 就是在台下喝啤酒這樣 現在也可以嗎 我剩最後一首歌 而且我剛剛也彈錯了 所以其實我已經沒得救了嘛 就不會怪我說喝了酒才彈錯 一口酒都沒有喝才會錯 對 所以 對 沒有 然後 然後 但是非常非常謝謝你們 讓我覺得我可以為今天的表演盡力 然後我更要謝謝你們的是 謝謝你們讓我有機會在你們年輕的時候遇見你們 我自己女人常常會覺得我很 我很慶幸我年輕的時候 當時是聽那些樂團 聽那些歌 看過一些人做過那些事 嗯 然後 所以其實 你不要小看現在你遇到的人事物 再討厭或再喜歡的 有一天都有可能成為你生命中的某一種對照組 或者是某種印證 嗯 它不一定會是你以後還喜歡的 但也不一定是你以後還討厭的 對 所以 我非常非常謝謝 我還有機會今天參與你們的生命中的這一天 然後 對我來說現在是一種那個 英文叫做privilege 這是一種特權 嗯 你要別人要願意把心打開接受你的時候 你才有可能影響人家的生命 所以謝謝你們給我跟今天的卡克這個機會這樣子 然後我會 我會把你的小狼 在我兒子洗澡的時候 對著他的小雞雞 認真的跟他說一下這個彩帶 是用來幹嘛的 這樣好不好 過去未來就是這一刻 嗯 就是有念量子理論的人應該會知道 所以其實我現在就可以跟你們預言 當你們四十多歲的時候 你們就要面對我家的小屁孩啦 對 對 不曉得到時候你們之間的關係會是什麼 那 我能做的事情是 我不敢保證他會不會給 到時候變成中 中 中年壯年 的人 就是 覺得現在年輕人怎麼這樣感受 但我可以保證的是 我會把它 就是教 就是 嗯 引導成一個 具有幽默感 然後 很珍惜自己生命經驗 跟找出來做法的人 雖然他還是有可能是個屁孩 這樣子 好嗎 然後今天的最後一首歌 其實我原本沒有要準備唱最後一首 但是我覺得今天音樂結伴的真的很好 希望我不會彈錯這樣子 然後也歡迎大家 也歡迎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月底來參加東智大遊行 然後 最後 特別為了這個東西 所以前後接了一些校園跟講座的原因這樣 然後 當我說你是流動的別停下來的時候 我不是說給群眾聽的 我是說給一個又一個 需要這句話的人聽的 你現在眼前的一切 預言的不是你的未來 而是專心成為自己能成為的人 眼前的一切 而且看似好像都在跟你say no 但是只要你能夠信任自己是流動的 性格是流動的 性像是流動的 你有一天會看見不一樣的環境 不一樣的人事物 你會發現這個世界下一個轉角 有可能更可怕 但也有可能更開闊 但那要靠你走去那個巷口才會知道那是什麼 然後所以不要停下來 不要停下來 不要就是不要停止 繼續為自己活 繼續為自己累積失敗的對話 錯誤的回應 被拒絕的感受 不要把它當成這個 非得要累積一定的祝福 才能夠走向你想走的人生 好嗎 因為你的人生其實不是因為 獲得他人的祝福 所以才在等待你 我想說就是這個 然後歡迎大家就是 願意不遠千里跑去台北 參加一次同志大遊行 然後也希望 然後不要打扮得太中規中矩 對 他們的妖艷一點 像我就很想穿bra 因為我現在是中年婦女 所以生一個兒子 所以不會有人在覺得 就是我紅是因為 對靠身材 或者是對靠裸露這樣子 其實我很支持靠裸露 我們的女孩 那些都是我生命中的女神 對不對 歡迎我們 我甚至鼓勵大家 你可以試試看 選一個你最討厭的服裝 比如說你覺得這個人打扮很高拐 就打扮得跟他一樣 你就可以透過這個遊行去感受一次 那打扮成這樣的人 遇到的眼光 遇到的評論 感受到的這個世界的氛圍是什麼 這是最簡單的 你可以去體驗看看 而且無傷大雅的一件事情 可以感受一下 然後也歡迎大家 這個想要體驗更高規格 然後更嚴謹 歌手 歌手可能破音 但是不會跟錯 那個 合成器的演出的話 我們明年九月見 恭喜你 我會的音樂